5200億 这是统一集团旗下企业2022年的收入总和 每天有上百万人进出遍布全国的6000多家7-11便利商店 另外还有家乐福超市、咖啡店、康世美 还包含了统一证券、统一产线 以及在中国大陆的几百家工厂 而这一切来自一位出身贫穷 13岁就在纺织厂当同工的人 今天想介绍的台湾企业甲 他在38岁那一年决定创业 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开创了一份你我都离不开的企业 他是统一集团的创办人高清苑 10月1929年5月24日 高清苑出生在台南县 一个只有百户人家的海边农村 高清苑自幼就被母亲教育 朴实节俭不浪费 要体会勤奋的工作所赚来的每一块钱 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在高清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 父亲为过度劳累 罹患肺结和去世 家里顿时失去经济来源 由于母亲没有一技之长 当时的高清苑不得不中断学业 后来她跟随母亲 带着一些衣服和一床棉被去投靠旧父 并透过旧父的介绍 在台南市区的草鞋工厂当同工 此时的高清苑月薪仅15块钱 就这样过了几年 因为表姐夫吴修琪 以及她弟弟吴尊贤创办的新核心布行缺人 她便到店里担任学徒 她每天起早贪黑 搬运货物 炮腿打砸 生活的艰辛让她比同年龄的小孩还要成熟 也多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生活虽然艰苦 但对于吃苦惯了的高清苑来说 有一份工作踏实地做 她心怀感恩 在布航工作的这段时间 高清苑也养成了学习 以及观察周围的人事物习惯 并将吴修琪视为她的典范 凭借着她的勤奋跟努力 高清苑开始跟在吴修琪的身边 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以及领导企业的风格 事实上当时的新核心虽然是一家小公司 但吴修琪其实很早就实施了员工入股的制度 将每半年结算的盈余提拨20%分配给员工 吴修琪认为 员工有股份会更认真的工作 业绩越好 红利自然就会越多 好的人才自然也不会流失 西元1947年 吴修琪把布航的生意拓展到上海 她把台湾的业务交给了高清苑负责 而当时的高清苑才18岁 但随着1949年国际局势的变化 吴修琪兄弟两人担心布航的生意会受到波及 就解散了内地的新核心业务 并在5年后创办了台南纺织 当时的26岁高清苑作为公司元老之一 成为台南纺织公司的第一任业务经理 后来高清苑在台南纺织工作了12年 虽然受到老板的器重 工人们也相当的尊重她 但潜藏在吴清苑内心的创新思维 让她开始兴起了自己创业的念头 而不是为别人打工 西元1967年 台湾当局解除了大宗物资的进口禁令 开放面粉常名饮 这时候38岁的高清苑认为机会到了 她决定创业 同年7月1日 44位股东集资了3200万元 同一企业正式成立 高清苑曾说过 她一生中最好的运气 就是遇见了吴修琦这位贵人 所以尽管高清苑创办了同一 她还是让吴修琦担任了董事长 自己则做总经理 1969年5月1日 同一排饲料上市 并成立了序幕试验场 紧接着同一排面粉上市 从饲料到面粉 高清苑并不满足 她一开始就确定了心中理想的统一策略 根据台湾的现状以及市场的需求 她定下每一年增设一个工厂的目标 并要求每个产品都必须将目标设定在市场第一 从泡面到卤制品 饮料 罐头 冷冻调理食品 肉品 甚至是新鲜出炉的面包 1974年 统一的营业额 就已经超越当时食品业老大 味全食品 成为台湾营收排名第17的制造业 自此高清苑稳稳地打下统一在食品制造业的基础 对于高清苑而言 统一的第一个十年是辉煌的 东西好就不怕东西卖不出去 但市场的变化瞬息万变 第二个十年统一开始遇到的障碍 高清苑发现 产品好不见得就卖得出去 直到1979年 他到欧洲考察的时候 遇见一个法国人说 未来最重要的关键是流通产业 谁能够掌握流通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高清苑顿时开悟 有了好的产品 还需要有好的销售渠道 才能够顺畅地进入到消费者的手中 于是同年10月 统一超商与美国南方公司签订契约 在台湾创立的第一家7-11便利商店 提供即吃即饮即用的商品 但一开始的7-11连年亏损 但高清苑仍然不放弃 他依然坚持通路的渠道才是关键 尽管面对股东的质疑 他依然坚持下去 并且将门市开到了金门、马祖、花莲等地区 1984年他重用徐从人 让他经营超商的事业部 并且给予充分的授权 在他的信任下 徐从人全力地改进旧超商 第一步就是关闭亏损的便利商店 并且寻找较好的设置据点 强调365天24小时营业的便利性 并且加强商品的结构 大量引进青少年会喜欢的食品 西元1986年 改革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统一在这时候已经拥有了100家店 当时的损益达到平衡并且有盈喻 此时他们信心大增趁胜追击 积极地在台湾开店 此后一路扶摇至上 稳坐国内便利商店龙头的宝座 而这也逐步成为统一企业所仰赖的重点通路 一路到了1999年 统一企业集团下面已经拥有42家子公司 年营业额将近1400亿新台币 看着统一企业目前的规模 高清院无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而他的成功是靠着不断的努力 扭转自己的人生 这里我们整理的五个高清院 在这段创业旅程中 能够给予我们的建议 第一把握机遇 高清院从小到大 一直到38岁创业的过程 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身边的人事物 包含市场的变化 他总是能够看见市场上的痛点 并透过创新和改进来满足这些需求 让他的企业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 他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机遇是可以被创造的 只要你能够保持足够的洞察力 并且勇于尝试 就能把握住每一个机遇 第二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高清院非常懂得与人相处 他能够与供应商、客户和员工之间 建立良好的合作与人际关系 这些人际关系能够帮助他在创业的时候 得到了许多帮助和支持 也让他的事业更加稳定 第三 灵活 并且勇于承担风险 在高清院看来 风险是创业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要成功就必须要有勇气承担风险 而高清院非常愿意在新商业模式 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 投入大量的资金跟时间 而在这段过程中 他也时刻保持着灵活应变的态度 因为他清楚知道 市场瞬息万变 企业必须要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 才能够不断地成长以及发展 第四 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 高清院从16岁开始一路跟随吴秋琪 观察他的做人处事以及经营企业的风格 这让他很早就对于领导和管理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加上高清院善于选材 并且用人不移 这些能力都让他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掌控局势 并让他的企业更加稳定和成功 第五 保持专注并且永不放弃 在创业的过程中 高清院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及挑战 也会面临股东的质疑和压力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旦他定出目标 就会一路保持专注并永不放弃 不断地学习并且持续改进 直到实现自己的梦想 西元2016年3月23日 高清院四世 享受88岁 他所创办的统一企业 在第一个十年高清院许下 一年一个长的宏愿 建立了十平王国 在第二个十年高清院许下 一年扩展一个企业的大志 迈向通路王国 而在第三个十年高清院全力领导企业 创造全球性的企业王国 在台湾 统一企业每天与23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 紧密的连结 统一集团的各种产品 已经遍及各个年龄层 涵盖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面 或许就像高清院说的 你有什么样的薪量 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今日的统一集团 光是统一企业的市值 就超过3000亿元 高清院从一位月薪15元的同工 要身为掌管4000亿营收的集团董事长 他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开创了一份你我都离不开的企业 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影片 如果有想听的故事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